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角色 泡泡的程式码的一个制作 泡泡基本上当程式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当我们的玩家开始往声音感测器这边去做吹气 让它的音效值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个泡泡才会出现 而且这个泡泡出现是逐步的往上升 但是升到水面上的时候 它就会消失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做撰写 首先一刚开始的时候 程式一刚开始执行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外观需要去做到的是隐藏 但是这个泡泡我们希望制造一个效果 就是说它能够当我们吹气的时候 有时候泡泡从这边出来 有时候从这边出来 有时候从这边出来 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虽然它隐藏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断的在这边动 不断的在这边动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写的跟鱼的程式码是非常相像的 就跟这一段很像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把它贴过来 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把它接过来 在这边的话各位同学你可以让它稍微移动快或慢 这个各位同学可以自己去调 一样的也是碰到我们的边缘就反弹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式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就会在下面跟鱼一样就不断的移动来移动去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声音感测器来做控制 所以我们在资料这边呢我们就来新增一个变数 好我们制作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我们就要做声音好了 好按下确定 好那事实上呃在这边的话就是当绿期被点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一样的呃要不断的这个重复执行 好让我们这个声音的变数呢设成呢 就是呃我们的呃Picobo板上呃所抓到的这个音效值 好好那在这边呢呃当我们的这个音效呢呃大到一个成的 这个程度的时候呃呃那他就要能够呃产生这个泡泡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设一个条件 好我们这边就是如果 好那这个条件的部分可以同学去考量啊 那呃呃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他的这个声音的值好 大到一个程度好那这边的话老师就先暂时预设80好了 好那这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泡泡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用到一个比较新的程式码好这个程式码呢是在这个控制的地方好 各位同学稍微往下拉好这边呢有一个程式码叫做呃 create clone of好create clone of就是呃建立这个呃分身的意思 那基本上是这几个程式码都会一起来来用好就是那呃呃我们在这边如果见了一个分身之后那分身会有接下来的一些动作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呃呃当他的这个声音呃呃大于80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分身 好这个分身呢就是这个泡泡好也就是他自己啦好那我们就就用泡泡好了好好就产生一个分身好那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一连串的一直产生分身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区隔啦好就是说呃等待个一段时间之后好再继续产生分身好你一旦有这一段程式码之后呢 你就会写到另外一个就是呃当分身产生的时候好所以说在这边呢我们就制造分身但是分身并不是他自己啦好好那当分身被产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呃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显示好因为原本呢这一个呃角色它是隐藏的所以我们就让他做显示好那其实呢在这边的话呃我们必须就是让他能够 往上往上往上跑好往上跑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各位同学其实呃在这边并不并不难然后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做一个呃重复执行好所以就是呃每隔呃一段时间他就往上升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用动作的地方好动作地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外坐标的部分好这就会往上升好那我们就让他外坐标呢改变时好那他就会不断的好 好往上升好但是呢他到达一定的这个呃高度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做消失啦好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好哥同学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值好所以大概呃在这边我们大概算大概是15左右好15左右然后他就必须要不见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用一个如果好那如果呢这一个呃他的这个歪坐标好 好外坐标好如果大于15的时候好那我们就呃这个东西就要不见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个分身的删除好那基本上这个程式码到这边应该ok了好那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变化好 好例如就说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气泡会逐渐变大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在外观这边呢加一些呃变化的部分好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好加一下好就是他每每次执行的时候他都会做一些小小的变化那这个同学可以自己去调好除了大小变化之外呢也可以做一些特效的部分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将好我们可以做一些颜色 颜色的特效所以每一次可能颜色都呃不大相同那我们如果要不大相同的话我们可以事实上是可以用类似像随机的部分好那我们可以处在1跟好譬如说250之间好那这样子呢就会有一些呃这个效果的一个产生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呃泡泡的呃这一个呃程式码的部分 各位同学如果发觉这个泡泡它本身呃上升的这个速度太快的话那各位同学可以呃到这个控制这边加一个等待的部分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呢就输入呃就是数值那这个部分各位同学可以自行调整呃找到一个你觉得泡泡呃上升的一个合适的速度